今天多謝 請阿水來和大家分享 他真的做了一個生意 你看下去 跟普通生意沒有分別 但他裡面其實含有很多社會企業的精神 而這精神我發覺是可以重複運用的 而且會越攪越大 這個又賺到錢又幫到人 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 值得和大家同學推介的一個生意模式 我請阿水來和大家分享 好,Hello,我叫阿水 首先我和大家要做一個協 因為今天穿成這樣 搞到在門口的時候 今早想找個地方插一朵花 找來找去我都找不到 原因是因為一會兒 晚一點又要出一個Band Show 然後沒理由穿得太過隆重 去一個天台去organizeBand Show 第二就是我這次都選了很久 我特意選了這件衣服 也覺得今天也有意義 好,首先在開始之前 我有些事情要先問一問大家 後面有很多同學在這裡 有大鼓書要知道 有多少同學今天聽完這個session之後 你們是打算會參加這個社會企業的比賽 麻煩大家舉手 大家覺得會參加的 都相當多 等等,先別放下 問多一個問題 你們在後面有多少同學想過 畢業之後會想將社會企業 作為你們的終身職業 有這個可能性的 繼續舉一舉實 哇,都相當多 繼續舉著手 還有在座前面有這麼多 都已經在做社會企業的 多謝各位 我覺得今天這個分享 應該可以來得更加有意義 OK,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我會叫做社會企業賺到笑的經歷 好,今天的分享 我想最主要想跟大家去看看 社會企業究竟是一個意識形態 是一個學術的理念 是一個短期的活動 還是其實有沒有可能成為 剛才有很多同學舉手的時候 一個將來大家的終身職業 我想分享的 不單是可以成為一個終身職業 它還可以是一個 有機會令到你們 賺到笑的終身職業 好了,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做阿水 我的真名就是叫做阿水 15年前 我最喜歡就是小朋友 15年前,我想Tiffany還沒出生 就在中文大學BBA畢業 然後在當時最主要讀的就是 這15年來很動盪的金融管理 好了,畢業之後 馬上就進入一個 我們叫做企業家的人生歷程 當時實際一點說 就是開始了做生意 我的同學 當時每個人都形容我 這15年的經歷為一個 不務正業的經歷 最初一開始 由零售 我想很多在座的同學 有想過寫企 或者是自己做生意 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可能開一些店 或者可能開一些 飲食有關的東西 同樣地 我也是以一個零售開始 然後這個網絡做了幾年之後 零售是一個很有趣的經歷 很有興趣的經歷 要差不多 一年三百多天要做下去 沒得放假 同樣地 一個零售已經包含了大部分 生意上的所有模式 所以做了幾年之後 我就將這個經歷 慢慢地融合了整個 市場的計劃 變成了一個挺有效率的市場 開始退去 跟一些大型的企業 去合作以一個公司 或者像廣告 或者是活動公司 去將我之前 累積好了 那一套的市場的服務 例如以活動 企業 或者是一些PR 或者是一些媒體方面的角度 跟他們去合作 很多不同的活動 中間 合作過的火辯 其實都相當多 你會見到 有些是很大型的公司 有些可能是商場 提供價值的地方 有些可能是一些媒體 有些可能是一些非謀利的團體 亦都有一些可能是一些品牌的公司 很多很多類型 即是十多年來 好 接著去到最近幾年 就開始更加以一個商業顧問的形式 去跟一些不同的夥伴合作 以及就開始進入了一個半退休的狀態 其實原因是因為 本身我自己是一個有信念和信仰的人 在這幾年裏面 我很希望 我只是想把我個人很相信的東西 放進我的人生職業 以及個人職業裏面 我的人生理念 主要分開了兩個部份 這也可以解釋 如何跟社會企業 可能會拉上一些關係 第一個部份 當我找到夥伴的時候 我一定要找一些 很熱愛自己在做的事的人 或者是公司或者是企業 我不希望大家 當作是一盤生意去做的夥伴 我不是太有興趣 或者我不是太懂得 只是為了這個錢合作 但是 除了這件事之外 Heaven said that 我也覺得 在一個合作裏面 我自己 作為一個在Finance 和BBA出身的同學 我覺得是一定要賺 應該要被賺的錢 意思是 大家經常都聽到 尤其是香港的 有很多人說 如果我要做藝術家 那下一句就是 你注定一定是 差不多是駕駛駛駛的 或者是很喜歡幫人 那你做義工 那我自己就覺得 作為一個BBA student 一些你自己很喜歡 很熱愛的東西 是不是一定要這樣 我不相信 我就覺得 可以試試試 兩頭馬車一起走 在這個原因之下 其實在外面再找一些合作夥伴 一個人的力量 很有限 所以因為不是經常找到 可能因為這樣 驅使要半退休 因為不太多人 可以肯和你合作 好了 在這個前提之下 大概在十幾個月之前 我就遇到一個投資者 特別去講 接下來的一個case 跟別人不是自己人做的 也不是在座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有時候 我要出來搞社會企業學生 一畢業 就算做一兩年 又要想一下買樓 一會兒將來又要結婚 又要照顧小朋友 哪裏還有錢 搞那麼多東西呢 你不用擔心 外面有很多人 包括在座的一些 是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資金 或者資源出現的 所以那方面你不用擔心 這個 這位投資者 只是在街上撞到的 好了 這位投資者 他在2008年的4月 才完全未見過我們 去認識他 他就是一位 在國內來的朋友 離了香港 一段幾長的時間 小學程度 白手興家 三十多歲 已經是兩個小朋友 他過往在這個國內裡 從事都比較多 有關一些數碼產品的經歷 可能出入口 或者生產 遇到我之後 他就跟我提過 他很想在香港 去發展一些數碼產品的零售 但是呢 他就發現 做零售跟他以前做的 很不同的 還有香港的市場 他都很一段時間不在 於是呢 他就問 會不會呢 即是有機會可以幫得到手呢 於是我就跟他說 我說 都可以的 那我就再跟他聊聊 而呢 當時呢 其實他完全 從來都沒有聽過 什麼叫做社會企業的 我也沒有打算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掛著一個桌子 我現在呢 就周圍去找人做社會企業 那樣 我又不是用這個 approach 那 我就寫了一個兩版的 proposal 給他 那我比較幸福一點 因為你們將來要參加這個比賽的時候 你要寫一個二十版的 proposal 那我就十分之一 我給了兩版給他 那他看了三天 然後呢 不夠一個月呢 整門生意就 kick off 那當然做些什麼呢 然後開始進入我們的 case 首先 跟大家 任何去做現在的 paper 或者在學校裏面去做任何 project 都好 要講一講 我們究竟有什麼目標呢 這裡一開宗明義 我就跟這位投資者說了 我說呢 賺錢 一定會發生的了 當大家以一個商業的基礎作為討論的時候 然後我說 嗯 你可不可以接受 在這一盤生意裏面 除了賺錢之外 還有一個另外的目標 而那個目標 somehow 他要平等地和賺錢 是差不多重要 而是一個價值觀 來的 行不行 這樣 然後呢 他沒聽過任何這樣問的方法 一個顧問或者是一個朋友 但是 他覺得這個理念可以 這樣 但是他要我解釋多一點 於是我就問他了 我說 嗯 你要在你的人生裏面 除了白手興家做了這麼久的生意之外 你覺不覺得其實你還有一些價值觀 是你認為很重要 最少最少等同於和賺錢一樣重要 剛才我跟大家講講一些他的背景 那我就說 其實我在大陸裡面 我的公司 十幾年前 我去開的時候 我已經有一個名字 那個名字叫做白家煥 那他沒有特別去很認真地去想過 那現在他就跟我說 他現在三十幾歲的人了 好疼的小朋友 那福建人來的 那他就說 我覺得如果這個人生裏面 除了賺錢之外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家對於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好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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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的